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Google的這個搜尋喔 我現在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像我剛剛講的 萬一你不知道用什麼關鍵字來找這個圖的時候該怎麼辦 比如說我現在找一張圖片來 給各位看一下假設這一張 請問你看到這一張圖片 你覺得用什麼關鍵字找比較好 看到這一張 海邊 汐水 卡通 請問你要怎麼找到這一張 哈 你覺得用什麼關鍵字比較好 好像 都不太可能完全正確找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 這裡 你可以先到我們這個Google的 找圖 找圖這裡 好我就跑到Google的圖片這邊 好 那我現在呢就把這一張 拖曳一下囉 丟過來 這個叫做以圖搜尋 他就把你傳上去 有沒有找到了 了解了齁 差別在哪裡 你注意看一下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前面多了這個 前面多了這個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我們一般搜尋當然就關鍵字而已嘛 他把圖片就秀給你看喔 告訴你 我是用這張找而且順便幫你把關鍵字找出來 應該算蠻厲害的吧 對不對齁 那你找到的這個 其實不只是他的圖片的部分 而且 你也可以找到什麼 跟這個圖片相關的網頁資訊 這對我們來講就很重要啊 因為 你在網路上應該有聽過一種 不太好的動作叫 叫人肉搜尋 對吧 我有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新聞 看到有人有這個 有拍到了 但是不知道他是誰 就把他丟進去 如果那個人 網路活動度比較高的 就這樣 就會被找到了 反正跟你有透露比如說 Email啊 一些基本資料 意思一樣 只是說 透過圖片的找法 我們可以更方便 好那 一般呢 其實我會這樣做的 還有什麼 像在這邊 像你在這裡 我一般會做的 還可以 可以做找大圖的動作 因為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是 假設你是做 螢幕上的 做網頁 那當然小圖就OK 可是有些時候我的圖不夠大 今天我如果要做報告 或者要印 列印出來的時候 那個解析度太差 這樣是不OK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上網 找什麼 比較大的圖片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在這邊 在這裡 找到這一張之後 你看我如果是找圖片 他會問你喔 找這張圖片 好 我看一下 這個已經跑掉了 等一下 這樣丟進來 好找到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裡有告訴你說 你要不要再找其他類型的 圖片大中小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找看有沒有比較大的圖 那甚至呢你可以找什麼 找比較類似的 比如說我這一張 可是我想要找看看 跟他比較相關的圖片 他是又列出一系列來 這樣也可以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方式 那順便他也幫你找了這個關鍵字出來 所以 你也可以像這樣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怎麼做 也可以像這樣做 比如說我用這個去做搜尋 這個 我就真的找這個關鍵字就好 假設有時候你可能有找關鍵字的方式 我找好的 找好之後其實 啊我發現 嗯 我覺得這一張也不錯 你可以怎麼樣 按著他 丟到上面來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找 平常大家比較少這樣用 因為你都不需要做人肉搜尋 那所以你看 一找 我發現你看 原本是這麼小張 我想要找比較大一點的 找大型的 他就會只列大型的給你看 有沒有找到比較大張的 1000多的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 那事實上這個搜尋工具裡面 你可以善用一下這個搜尋工具 他裡面就有一些 其他的設定 其他設定你可以去 使用 像 其他大小啦 或者是所謂的其他類型 之類的 這裡還有更多 然後 這裡 好 任何大小 好 這樣他就找到更多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找 那麼 有些時候我會找找不同色彩的 像我小朋友他比較喜歡畫畫 我就會找 找一些 有沒有 就是 線條稿 我就去 對啊 線條稿小朋友就可以印出來畫畫 如果真的找不到 我就想辦法把 彩色的 變成黑白的 也可以 讓他去弄 所以 這個是 第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搜尋的方法 給大家試試看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用IE就是不行 你就是要用 眼鏡才有問題 IE不支援 好 好 那這個就 我們今天在Folocab這邊 主要會跟各位介紹幾個 第一個呢 就是在 基本的影像處理的部分 基本影像處理的部分 那 我看我把我的 我的教編拿出來好了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好 這個 我們 會 拍照的時候就會遇到一些 比如說太亮啊 太暗啊 對不對 那些都可以在基本的影像 這邊做啊 甚至裁切 那再來呢 可以加上 縮圖頁 縮圖頁 也就是說 其實 像各位 比如說 很多人是在維護網站嘛 早上主任有提到我們 署裡面好像 130 30幾個網 網站要維護 好所以 各位這個網站上的資料啊 那 如果像這種縮圖頁 就是說 如果你照片比較多 我不一定要 一次一張嘛 我可以有多張 組合在一起 變成 一個畫面的 好那 這個縮圖頁就 蠻方便的 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 就是 如果你 數位相機檔案很大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T字的縮小 把它 縮小一點 你在網頁上的話 下載速度就不會太慢 還有 改檔名也是 因為我們數位相機拍完之後那個檔案名字不是P開頭 就ing開頭嘛 對不對 好那個 你可以把它變更一下 那當然越改就太慢了 另外加外框套模板這個可能我們今天就不會講太多 主要像這兩個就是新功能 在 6.0之後多了所謂的照片拼貼跟蒙太奇效果 蒙太奇效果各位可能比較有印象 所以有印象就是外面 會看過 你如果看外面很多那個大的牆面 遠遠看是一張畫 但是近看它是什麼 很多好像磁磚一樣小小的一張照片 把它組合起來的 那種稱作蒙太奇 也就是說你可以 決定好說我要拼 用多少張照片拼成那一張 照片 這樣子 那它輸出的尺寸就可以變很大 不過可能用到機會不是那麼多 因為那個通常都要做比較大的輸出 比較大的輸出才會用到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主要會講到的內容 主要講到內容 了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 你看我們把它往下 我來看看這個 影像的縮放跟裁切 因為現在數位相機 順便問一下各位 你的那個數位照片的 幾百萬像素怎麼算出來的 不要客氣 你應該知道的 長稱寬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這裡有一個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1024 乘768 這我們以前常用解析度嘛 對不對 這樣 有沒有到達百萬 沒有的 差不多78萬而已喔 那 你如果是那個 Full HD Full HD 我們一般所謂高畫質的 它大概就是 1920 1920 乘以1080 1920 這樣子的話解析度多少 差不多兩百萬而已 Full HD 兩百萬就夠了對不對 你看呢 過年前 郭董不是有 2K 4K 因為那時候不在推那個嗎 50吋 60吋的 有沒有 那個電視 他們就有達到 2K或4K 2K就是2048 像我們電影 我們在看電影就是 寬度就是2048 4K就是到達 4096 所以其實你再怎麼大 應該都沒有 我們現在速度現在很多 是不是動輒都上千萬以上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所有人不需要用到那麼多啦 你會用到比較高像素的 主要是像我們台中那個什麼 婚紗街那一種 要怎麼樣 要印出來的 印出來才會牽涉到那個部分 你說 單純在螢幕上用的 其實 真的不用太大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就 我螢幕上用的 我就可以稍微幫他裁切一下 原則上如果各位你要拿去 洗照片 假設你洗4乘6 我們最常見就要洗4乘6對不對 4乘6差不多300萬就夠了 你真的再大上去也不會差太多 再大上去只有一個地方有差 就是 記憶卡的大小有差 當你用1000萬的 一張檔案就比較大 原則上大概300萬像素的話 大概是一張 差不多1MB上下 1到2MB中間 500萬的大概就1到2MB 好所以 因為會有一些壓縮 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你檔案 像素越大當然檔案就越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Photocab裡面 我們怎麼來操作 首先你進到Photocab之後 要麻煩各位囉 你先看一下左下角這裡 我放大一點 左下角有沒有看到一個要瀏覽照片 因為開檔案的方法有很多種 你可以用拖曳的丟進來 像我們剛剛Google搜尋 圖片這樣子 你也可以用開啟的 那麼 他還有一個不錯的方式就是你從這邊按瀏覽 瀏覽照片 瀏覽照片 那你找瀏覽照片之後你可以從下面這邊去變更你要的資料夾在哪裡 變更過去之後下面就是一個檔案總管 好就是一個檔案總管 那這裡有一個 我沒有看過其他軟體 這樣設計的 就是 你看一下 最右 在右手邊這裡 你會發現他的這邊有沒有一個 123 有沒有 因為他從5.0開始有這個設計 可是 我用到現在 其他軟體好像都沒有看過有跟他一樣的 123這個就是指的就是這個高度123 因為如果我照片很多的時候 這一排是不太夠用 對不對 你就可以變兩排三排 以往可能你要自己 拖拉這個視窗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看我操作一下 兩排 三排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清楚那一點 不一樣嘛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 那找到了你的照片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拖曳上來 這樣就可以打開 所以看你用哪一種方法 反正 你覺得方便 就好了 好不用說刻意去 用哪一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裁切的部分呢 在這裡 影像裡面 有分兩種方法 如果你是 要拿去洗照片為主的 洗照片那當然就要怎麼樣 就要注意一下那個 比例的問題 平常大家是比較長洗4乘6 對齁 比較長洗4乘6的話 我找一個 這個 像這個的話 這個是標準的 4乘3的 4比3的 你看在影像裡面的 裁切 這裡有分兩種 一個是指定磁色 一個是指定長寬比 就好了 平常我們洗4乘6 是不是3比2 那各位知道你平常 拍的照片 比例是多少 你平常拍的照片的比例 沒有特別注意對不對 一般 如果你洗出來 你是一般4乘8乘4標準的 就是4比3的 就跟我們 傳統螢幕一樣 那現在有些人用DVR或是 這位型手機拍下來是16比9的 比較寬的 可是都更好跟我們洗照片的不同 我們洗照片 4乘6 是不是3比2 2比3 所以你看喔如果我用這個 我用 3比2 你看4乘6的 有沒有發現會裁切到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你 只要拿去洗 一定有裁切 只是大部分都是在比較邊邊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那麼在意 那如果你真的 一定要洗完整的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尺寸 有沒有發現有個4.5乘6 平常大家好像比較少洗這種單位的喔 因為你把它出1.5之後是不是一樣4比3 對不對 照片的錢應該是沒有差 但是 你如果買那個橡粉 那個會有差 因為那個 成本不一樣 比較大點 材料比較多嘛 所以那個 會比較貴 所以你如果假設說你的照片 是要完完整整洗出來的 不一樣被裁切到的 你要告訴他你要洗4.5乘6的 現在這個也是標準 也是標準的喔 所以你可以 利用這個方式呢 就 可以在裁切的部分做到 那 一樣 如果你 不在意這個的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邊 我假設要在螢幕上看 要在網頁上看的 其實比例怎麼樣就沒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我們在左手邊這個 矩形的工具 你把你的要的範圍把它框住 好 那 如果你框錯了就在外面點一下 再重新框一次就好 好框好了 在上面這裡 這一列呢 我們在Photocab裡面稱作什麼 稱作工具屬性列 就是上面那個banner 所以你不同的工具它上面那一塊會不一樣 好 上面這一塊 好 上面這一塊會不一樣 所以這裡是不是有一個裁切 切下去就好了 這是最簡單 所以你可以利用 裁切 的方式 幫你的照片重新構築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照片很多 很大 那你根本不需要那麼大 而且有時候 因為你拍人很多 可是 假設你是放在 網站上的新聞 人的頭是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好 你要把那個主題顯示出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 照片呢 先裁切一下 再 放上去 這樣的話 主題 就可以 比較明顯一點 那你的構圖也會 比較不一樣 所以同一張照片不一定只能用一張 我也可以 這邊抓一張 那邊再抓一張 對不對 找到你要的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 利用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 所謂的裁切 你就可以 找到 不一樣的方 那個 呈現方式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 裁切應該比較簡單的 我就繼續講下去 你覺得有需要挺的再跟我講 好 再來 Photocab Photocab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基本上 不會有太多 還有困難的名詞 操作步驟也不會太多 所以像這個 暗部補光 這種照片大家應該都拍過嘛 嚴格來講 就要背光的照片啦 好 強光在後面的 所以 自然拍起來 效果比較差一點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 丟出來 來 好 丟出來你就看到了喔 這個真的比較暗 那待會呢 我們會用到的都在濾鏡裡面 有一個叫做照片 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待會操作的都會在這裡 濾鏡裡面的照片 你可以先找看看 這裡面 裡面呢 就有一個叫做 暗部補光 把暗的 變亮一點嘛 顧名思義對不對 好 所以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喔 來 那我就做下去囉 他預設呢會像這樣給你比較看看 預設呢他在這邊就已經是什麼 這裡已經是百分百 所以如果你萬一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你可以再做一次 好我就再做一次喔 暗部補光 好 現在我們來看 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這個 應該很清楚看到 暗的 不只是臉 包括下面這邊 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會變得比較亮 暗的就會變得比較亮 這很單純 只是萬一不夠你就是要多做一次 可是不能做太多啦 因為做太多的話 其實那個 那個噪點 我們講那個顆粒會比較明顯 好所以 還是要適度 真的 拍點 我都出得好順 因為你今天相片太差的話 真的就調不出來 好 這樣子 這個就沒問題啦 好 再來有沒有可能拍到左上角這種照片 有沒有 整張比較亮 或整張比較暗的 剛剛是 背景可以 臉不行而已 現在是整張太亮 整張太暗的 那我們在這裡 一樣 找到 這一張 好 丟上來 我那一張就不用存 這張是稍微偏亮 對不對 一樣的 來這邊 我們待會用的都是在這裡 你看 照片裡面 那因為這是整張的 所以就是所謂的 全域的 整張的 全域的 增減曝光 增減曝光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我們數位相機有一個值 叫做EV值 是一樣的 EV值 叫做曝光值 你在拍照的時候事實上就可以調 只是大部分都是 他聰明我們傻瓜嘛 對不對 我們都全自動的他會就好了 好 所以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在這裡我們 可以嘗試看 你看喔我往右邊 正的 對不對 往左邊 負的 有沒有不同 這個跟打閃光燈是不一樣的 打閃光燈會比較局部的亮 好那這種是整張 全部調整 整張全部調整 所以這個EV值跟數位相機一樣 只是你把它改在軟體面來用而已 可以的話當然是你拍照的時候就先決定最好 因為就不用後製了 要後製比較麻煩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有需要的 這樣子 你看下去了 使用前 使用後 萬一真的不夠 你可以再多做一次 左右啦 當然就 數字就不見得要調到那麼多 好 剛剛看過 局部的 暗部補光 整張的 再來還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 這種的 這種就是 補光用的 補光用的 也就是說有些時候 你看 各位有去看過人家 拍那個 婚紗的那種外景 對不對 出外景的 有沒有常常看到人家拿那個 反光板 對不對 因為在外面就陽光一個方向而已嘛 所以這邊照過來這邊就是 臉就暗的 那這個呢就有點 類似 燈光的概念 就是這裡有一盞燈從這邊照過來 所以呢 這裡完全受影響 這裡完全不受影響 中間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漸層的效果 就是燈光 打出來的那個效果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拍照的時候有些人 站的方向比較這樣 剛好那個燈光 比較弱一點 就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我找一張給各位 試看看喔 找 這一張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好 我先用這樣 因為在這個上面看不是那麼明顯 好 照片 漸層的 在這裡 所以漸層的增檢曝光就是比較打光用的 好 你看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 你把下面這個當作是一個光源 這邊 當作是一個光源 我現在就從右邊 打過來 好那看你要打到哪裡 如果這個強度不太夠你可以增加 因為預設就是增加曝光 就是剛剛EV值那個調整一樣 好EV值那個調整 那 它除了可以線性的也可以怎麼樣 變成中心往外的 好那這種 就看你 怎麼用的 那麼我們在這裡 我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 看一下 方向就往這邊 好假設這樣沒問題我就要先按確定 你先看一下 使用後 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不一樣 燈光是打在什麼 打在 右手邊嘛 對不對 打在右手邊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你拍起來剛好那邊 某一邊比較暗的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稍微補光一下 當然不只是 一邊啦 你要從這邊打從那邊打隨便你啊 好反正有補到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所以這裡現在就講完三個囉 接下來 順便加上這一個 各位有沒有現在有沒有穿金帶銀的 現在都不太敢喔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 銅也是一樣 你看 今天 你如果掛一段時間要拿去用洗洗的 因為會氧化嘛 對啊 這跟那個一樣 我們打光呢 就是要 用局部的 把 某些地方 把它 變亮一點 你看一下這裡 這個我們就離開 剛剛那邊喔 我們要往左手邊前進 你看這裡 修片裡面 你看 修片裡面 的第一個 修片的第一個 你按一下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 在左下角 有一個修片 修片 我換個顏色好了 這樣會不會比較容易看得到 因為我的紅色在上面已經快變黑色了 修片裡面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打光的工具 下來一點 這樣後面應該比較看得到的喔 打光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啊女生不用一直看這裡啦 等一下會講 打光 那打光它就是 是一種筆刷 一種筆刷 我們可以來試看看喔 我現在把它換成這個工具囉 一樣上面已經變成什麼 它的工具箱 工具箱 那我把這個 變大一點點 如果你不確定到底多大 你可以移到下面來 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移到這個 空白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調出來的這個 筆刷大概是多大的 大概是多大的 那我現在 直接來刷一下給你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囉 好 像這樣子 你看喔 再變大一點喔 這樣滷滷的就好了 有沒有差 有差吧 對不對 齁 你看 使用前 使用後 自己洗比較快喔 要不然賣水之前都自己洗 這樣就行了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說 這個 你要放大縮小在上面這裡 把這個畫面放大縮小在上面這裡 有看到那個 放大鏡了齁 你如果說你發現 我這樣還不夠的話 怎麼辦 比如說我要再亮一點 對不對 金光閃閃 水底撐條 你可以按這個上面這裡的 叫更新筆刷 你看喔 如果你做過了 比如說我這樣做過了 是不是亮一點 可是我如果再塗一次 有沒有發現沒有效果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按下更新筆刷 有沒有再亮一點 還了解齁 這個是他在 這個處理的時候 要注意的 就是你要第2次第3次的時候 你要按下更新筆刷 你如果沒有他就是 一樣的效果在那邊 轉而已 你就做不出來 這樣沒問題了齁 這樣沒問題了齁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可以應用在哪裡 你看一下 很多人去 墾丁 去東南海玩 回來都是這樣 結果他說 不要啦 不要去刮啦 結果 不可以不可以 太刺眼了 我沒有 會變迷迷眼 結果回來 大家都變大小貓 怎麼辦 自己回來處理一下 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 一樣的啦齁 只是一樣的工具 那我們把他用在別的地方 下面這裡也有一張 好 那這一張呢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張是不是顛倒的 對不對 你不要頭歪歪這樣來修這樣太累人了齁 請你來這邊 反正你有拍照的時候 是直拍的 請來這邊旋轉版面 幫他轉90度就好了 影像 影像整個的翻轉是在 影像這邊 這個選單裡面 旋轉版面 轉90度 好 這樣轉過來了 所以呢 一樣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就在這裡 早知道 就不要帶這個的 這樣下次回來就好看一點點嘛 不然每個都那個齁 所以 有沒有很簡單 所以 這個的部分啊 其實打光是一個很 不錯的一個工具 你可以 參考看看 那這個跟剛剛比較不一樣的 剛剛我們主要都是針對整張在做 打光這些工具的 因為他叫修片嘛 他就比較針對局部的 局部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就類似像 筆刷 那這一張就比較看不出來 這個 在這邊看的話 就覺得怪怪 這樣了解了 順便把這個講一下 因為這個 很多人也會關心嘛 去除黑斑疤痕的 好 你看這裡 剛剛修片裡面 剛剛這個修片的裡面 我們用的是下面這個 現在你也可以換成上面這個 黑斑疤痕的 你有 疤痕的 或者是有皺紋的 這個就很好處理 好這就很好處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好 我就找這一張 其實本來想找其他的 可是我上網 隨便用疤痕這種關鍵字或青春痘 看到的照片都很可怕 我不敢給各位用 所以拿我們家小朋友的 給各位 看一看 好你可以放大一點 那麼 這個工具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真的有分 黑斑 還是疤痕 但是你不用太在意啦 它左上角那裡有沒有 有分 你可以 兩個都嘗試看看 不用太在意那個 字 以這個來講是真的用疤痕效果比較好 雖然它是寫大 但是以這張照片來講 它是用疤痕 效果會比較好 好所以我就選擇疤痕 那如果你用疤痕的話呢 它這個工具呢有一個限制就是 它必須是 一次只能處理 連續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這邊疤痕 有沒有發現我疤痕有分三個 兩三 對吧 這個就要分三次處理 你必須一次 做好 那 底痠的大小呢 大致上就是 比8很大一點點就好 所以這樣有點太大 把它變小 好可以 點一下做記號 點它一下 你如果調好適當大小之後點它一下 上面這裡就有一個叫做 開始處理 把它按下去就好 如果你已經點好了 你就來這邊 按開始處理 它就馬上幫你 解決掉啦 這樣比用疤痕快 呵呵呵 那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 像這種的 小的部分你都可以像這樣簡單就處理好了啦 比如說像你比較大的傷痕啊 還是那個 皺紋已經 可以夾持 蚊子的那種就比較來不及 但是比較細的 都還來OK 好所以像下面這一張我們之前也用過的 因為 找皺紋我都不敢找那個太可怕了 呵呵 找這個還好的 這個還好的 所以 你看像這個 一樣 這個用 反而用前面那個黑斑效果比較好 你用後面那個疤痕其實效果就差 效果就比較差 你看喔 這個 余若紋我們就把它塗一塗吧 對不對 上面這個 排頭紋 塗一塗就好了 記得 不夠的 更新筆刷 如果這樣 沒有 效果還不夠的 你就再更新筆刷 好那就可以 有一個 再 加強的一個 那個 效果出現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我們基本的影像主語大概就講到這些 講到這些可能 大家比較平常會遇到的 那待會呢 再講一些其他的